能追死這個日女嗎? 精巢了 反打 就給日女了 是吧 能再殺一個嗎? 就A進的啊 誰離我進就A誰 因為他們狀態都差不多 罵著就敗血了 還想回頭 閃現死亡閃 螳螂還有半血 我覺得半血螳螂 他應該不會回家 而是去打紅 有隊友幫忙的話也不會掉多少血的 所以我們潛行過來看一下 再打 紅的血量差不多了 先對個眼 閃追我 逆一擊啊大哥 我們假裝回頭 他應該打石頭去了 要麽回城要麽打石頭 我們過去看一下 瞧一瞧 潮裡頭沉 追著A 他閃跟閃 死亡閃 螳螂復活不是打籃就是打三郎的 我們傾行過來瞧一下 先上郎看一下 沒在打 在打了 追著A 都沒有閃現的 他一擊打不過我兩次 再幫他把籃打下 你們覺得我 殘血老鼠 打得過滿血的籃嗎 拉扯一下可以打的 但這個拉扯空間太小了 拉過頭了會丟失耐心 不過還是打得遠 螳螂復活可能還會來籃喔 因為我殘血他覺得我打不過籃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打完籃不要走 可以在這個槽裡等一下 他過來看到籃不在了 就會打三郎 誒 打掉了他住不上 他回頭了 應該是打核蟹去了 我們等一下潛行 再過去看一下 如果能搶到核蟹升三郎 他可以繼續操作 成績搶蟹升三郎 BW 他追不到我們 回頭點 異鄉 哈哈哈哈 氣死了 打字互動一下 氣死了 正常這裡殘血老鼠 該回家出裝備了 但是我們就不走 因為螳螂可能打三郎或蛤蟆去了 我們先蛤蟆看一下 蛤蟆還在 那就可能打三郎 半血 一隻螳螂 他第二個紅刷新了 我們老規矩 請先過來看一下 誒 紅沒了 應該是發現我了 不知道哪個槽有鹽 應該是上面這個槽 看到我進入潛行狀態過來 我們假裝走 先說個核蟹 然後在這個位置前行 就算這個槽裡有鹽 也看不到我 希望他再打一半 過了 成殺人 一崩走了 看這樣子 不閃現追不上呀 再幫他把紅收一下吧 這個扇子媽 看著船長拆塔呀 這我就不能用了 他碰不到我 別想A到我一下 邊走邊A 搖頭老鼠 A一下 船長也要氣死 更新裝備 來紅野去找下湯狼 六姬還在 那肯定在打石頭呀 他家別的野怪都沒有了的 剛打完 原地金塊 呼嘿 再來藍野去找下他 他家山狼刷新了 所以他大概率會來打山狼 希望他是剛用完技能的狀態 剛用完技能 還用了懲戒 他這回頭 射箱長狼嗎 太便宜了 100塊 隨後 對面心態爆炸 遊戲結束